想要健康我们必须要远离危险 这一天晚上八点聊年一个六岁的女孩从外面玩 回到家不久手就肿起来了 家人一看这个情况不对 赶紧带孩子去医院 医生一看孩子手臂上积满了液体 只好在孩子手臂上切开了两个十厘米的口子引流液体 可到了第二天凌晨三点孩子出现了贫血 神经衰弱呼吸困难等症状 无奈之下医生准备切除孩子的右手臂 直到这个时候孩子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当天下午孩子在家里玩的时候被蛇给咬伤了 因为当时没什么反应就没敢跟家里人说 而那条惹事的蛇正是孩子妈妈在旅游的时候抓到的 顺手把他用瓶子装回了家 已经在家里养了半年了 医院马上调来了毒蛇血清 这才让孩子免去了节肢的危险 这家长胆大心粗 什么都敢往家带 只要真节肢了 这当妈妈的后悔都来不及 孩子们 你们身体上如果受到伤害了 千万不要怕被家长说 被家长责骂 一定要及时的说出情况 否则会留下很大的安全隐患 甚至是终生的遗憾 怎么办呢 我们来不及时的遗憾